那么在盖瑞 在美国盖瑞 他们那次是一个国际间的棒球赛在盖瑞举行 那个时候当时我是参加这个 美国的那个宣伟侨胞团 去到那个地方 那么知道你们在那边有一场比赛 是 决赛 然后那天呢 我就带来那个当地的一些这个乔生 我们一起 这个一大队这个浩浩荡荡的去做这个啦啦队 那么当天我记得好像从下午开始打 那场球打了特别久 打到最后还挑灯夜战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从败战开始 然后在升级委跟胜部争夺冠军 那时候我们联系大概两场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啊 那像凤姐那时候这么红 去替我们加油 先为乔包 那时候我们很高兴 那好多我们球员 像我朋友都一样去跟凤姐一起拍照 那时候我最可怜的 我只有拍到五张相片 那时候我看到凤姐我会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国中二年级 那我父母亲也很喜欢你 人家都抢着去跟你拍照 我觉得那时候等到我们球员 而且我们职员跟你拍完照的时候 你有喘息的一点机会 我去问你说能不能拍照 那时候你很大方地说可以 那时候我还真的蛮紧张的 所以每拍那一张相片到第五张 那个笑容跟那个动作都一模一样 真的我记得很清楚 你当年那几张仅存的 就只有拍五张的那一张 还在不在 对 还在 两张我带来了 三张是在家里 我母亲把我保管得很好 今天带来 带来 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 二十年前我们曾经合拜过的 好 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 是 是 好 我们去看看 今天在节目中问你 请到了一位 真是老朋友 那么提到这位在棒球场上 是位非常杰出的选手 提到他在七零年代的时候 曾经代表国家 到了美国参加国际比赛 记得当年是得到了冠军 扬兵国际 之后他一直在我们国内的职棒里头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位非常粗色的选手 我们提到他 就要说假日飞刀手 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欢迎 陈奕希 欢迎你 谢谢 峰姐你好 你好 很高兴上这个节目 为了上这个节目 我昨天晚上还真的蛮紧张 也特别去想一想那以前往事 是是 会不会紧张 的确蛮紧张 对 提到我今天会请陈奕希到节目中来 因为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媒体报导 那么在报导当中呢 陈奕希曾经提到我们 我曾经跟他过在一段时间有相处过 那么提到这一段往事呢 我们现在话说 话说往事应该在 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是 好像是二十年前是在 在美国印尼亚的Gallery那时候 争夺世界青少棒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那个时代 很喜欢凤姐 尤其是像我们那时候 国中二年级吧 国中二年级 对 每次要看你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的前半个小时 我就开始准备一张一字了 我们会抢 为了要上那个节目的时候 甚至于我可能会跟你 小着会吵架 大着的时候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再说 那还是一道彩虹吗 是 一道彩虹 一道彩虹 那应该是民国六十五年 左右的时候的节目 二十年前嘛 其实提到我跟陈欣欣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刚刚提到你在民国六十六年 差不多是在六六六七 这两年当中 那么在盖瑞 在美国盖瑞 他们那次是一个国际间的棒球赛 在盖瑞举行 那个时候当时我是参加 这个美国的那个宣伟侨胞团 去到那个地方 他们知道你们在那边 有一场比赛 是 决赛 然后那天呢 我就带了那个当地的一些 这个乔生我们一起 这个一大队 这个浩浩荡荡的 去做这个啦啦队 那么当天我记得 好像从下午开始打 那场球打了特别久 打到还 最后还挑灯夜战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从 外战开始 然后在升级我跟胜部争夺冠军 那时候我们联系搭了两场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啊 然后像凤姐那时候 这么红气替我们加油 先为乔包 那时候我们很高兴 那好多我们球员 像我朋友都一样 去跟凤姐一起拍照 那时候我最可怜 我只有拍到五张相片 那时候我看到凤姐 我会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国中二年级 那我父母亲也很喜欢你 人家都抢着去跟你拍照 我觉得那时候等到我们球员 而且我们直演跟你拍完照的时候 你有喘息的一点机会 我去问你说能不能拍照 那时候你很大方地说可以 那时候我还真的蛮紧张 所以每拍那一张相片 到第五张 那个笑容跟那个动作 都一模一样 真的我记得很清楚 你当年那几张仅存的 就只有拍五张的那一张 还在不在 对 还在 两张我带来了 三张是在家里 我母亲把我保管得很好 对 今天带来 带来 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 二十年前我们曾经合拜过的 好 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是是 好 我们去看看 那个时候你感觉 那个轮廓还在 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是小孩子 是啊 还是青少年嘛 大概十几岁吧 对对 十五岁 十五岁 那我那个时候的样子看起来 当然是年轻 没有变 当然是年轻了 不是不是 你再缺一缺 可是我发现今天的感觉就是说 陈云星长大了 我自己是呢 老了 对 凤姐你真的没变 我刚刚第一次碰到你 跟二十年前在碰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没有变风华一再 真的 尤其是你今天坐在我族边 我还不像以前我上节目 我都会很喜欢开玩笑 很活泼 那今天跟凤姐见面 我都觉得我今天好像特别的断转 趋劫 对 因为二哥也在那边 他说你今天怎么变呢 那飞玉青 都在那飞玉青先生说 今天怎么不像桑龙兄虎弟 上其他节目那么活泼 我说不好意思 二十年前的我跟 现在二十年前 现在都是碰到凤姐 所以我很高兴 而且我觉得 我没这个必要 让我活泼 听到棒球 因为我私下跟阿信在聊的时候 很斯文那种感觉 就是说 好像刚才在这个棒球场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气氛不大一样 可不可以就剖析一下你自己本身 私下的你 跟在这个棒球场上的你 大家都晓得 我在棒球场上 我很多个封号 一个是臭屁城 臭屁城 这样子飞刀手 然后就是一个多了 现在又摆胜头手 那其实队伍来上 我可能都并不在意 因为我在棒球场上的 我是我的舞台 因为你在棒球场上 如果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 可能造成自己的危机 棒球场上就是胜 并不是说你需要得到败 因为在棒球场上 你就是你尽情发挥 唯我独尊 不能说我们今天打球 还有说朋友之情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棒球场之外 我们都是用学习的精神 去跟人家对待 我们也是人嘛 对不对 我们也是普通人 也并不是说高高在上 也不能说直棒明星 你今天是怎么样子 被人家在闪关灯之下 几股掌声之下成长的 永远是高高在上 我觉得都不是 因为你今天所有的一切 也是别人所给你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还多尽量学习一点 总算 现在就像现在我跟凤姐 二十年前你看你 你为了国家到处宣传 先为侨胞也替我们打气 那时候我真的好高兴 那时候我又是投手 那时候我看到凤姐 还真的看了我会很害羞 因为我想要笑 因为在电视萤幕上的 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我们上电视是这样上次 上两三个小时 你是主持节目 大方 优雅 高贵 那今天我跟你碰 我要跟你照相 所以我就说 二十年前我要跟你照相 我还要问你一下 我可以不可以跟你照相 二十年后 我们可不可以来照相相 所以我刚刚在几个记者面前 在拍照一下 我说还是回到原始好了 你再勾我的肩 你在搭我的肩膀 对 我现在虽然高了 我委屈一下 不是这样子 当然 刚刚我们在录影前 曾经有一些媒体 寄出来拍照 唯一给我很大的感触 我二十年前跟他拍的时候 他是在我这里 这样子搭 差不多这样子 平高了 差不多 就搭得很自然 就二十年后跟你搭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勉强 就 就一单 所以我的肩膀也斜了一半 那时候 我就马上回到二十年前了 真的 那时候 你看二十年前 不要说我们同学 就是我们球员好了 现在只剩下两个三个 在一起打球 对 但是我父母亲也是很喜欢看你 看你上节目唱歌那几首老歌 所以我就说我要跟他上节目 我还昨天打了一通电话 我妈说我真的要什么时候播音 我说我会尽量想知道 让我让你开一下 开一下 对 我知道你本身在棒球场上的时候 我刚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你在球场上的时候 你那种专注而且比较狠 那种感觉会 是因为你本身的工作上的关系 跟在你在球场上的时候 你必须要自己要求自己 是 一定要这样必须 要不然的话 你球场上你都晓得 我今天当投手 太多投手都可以上去 压力呢 压力蛮大的 我甚至也当先放了前一天的 那一个晚上 我可能都不对外联络 我想培养情绪 因为一站在投手板上 不是一个小时 也没有MG 也没有从来 也没有彩排 就上去就开始了 你今天状况就是输赢 三个小时之后就知道了 一万多个人 刚刚进来开始是掌声 那如果今天拜了 变成三个小时之后 你就是虚声 对 这是很现实的 因为并不是说像别人这样 彩排怎么样 做得相当美美的 好好的 然后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没办法 我们都是真枪实大 你过来就开始了 我觉得他不单单只是 他的球技的关系 而且他这个一路以来 也用时间跟经验累积下来 才能够到今天这个地位 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一路 这个棒球生涯走过来 哪一段时间对你影响最大 每个阶段都有 但是最主要是在到日本那一段 对我的影响力也蛮大的 因为那时候在那边的生活就是 很刻板 要求都相当高 对 又严格 在生活距离方面 在球场上的样样都是说 你要最好 最好 最好 在生活上也都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边 感觉到我成长也蛮多的 因为不只在独立方面 生活上的自己需要 怎么调配 人生规划方面 这个都需要你自己独立 要不然没有人能够帮忙你 对 他讲过一句话 你想要赚多一点钱 你就要把球技投得好 你想要在这生活上成长 你要懂得自己规划自己 你想要在朋友发展 你要懂得在人际关系怎么做 那你长那么大了 你要怎么去应付这些社会 因为大学不算是大学 只是一个一所大学 社会才是大学 对 他就跟我讲说 我就在那边学了蛮多的 我想今天节目中 来听听你的歌声好不好 好 我尽量 因为球场上的风采 我相信观众朋友都很 都经常就是可以欣赏得到 歌声倒是没有什么机会 我尽量 因为我感冒 这个喉咙真的痛 你看今天我说话 你好 凤姐应该知道 我刚才特别讲说 拜托 我喉咙太痛了 尽量 你别担心 这种声音平常还听不到 真的 这么小就 谢谢 那么今天带什么歌去 《流水年华》 好 凤姐的歌 来来来 我们来 带球给你 好 来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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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